大家好,大家看见了我生了这栋房子有没有 这栋房子是我一个服务团的朋友 在外地打工 打了十多年存了五十多万件的 这栋房子建好之后呢 没住多久就不敢继续住下去了 今天我们有空来到这里呢 我就带大家去看见这个房子 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么好的房子呢 就不敢继续住下去了 走嘛,我们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就是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总共建了一个两层半 这个房子还是建的挺漂亮的 非常霸娇 可以说是一栋小别墅了 刚好这里一条路呢 这条路呢是通往他们县城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通往县城还是蛮俊的 总共好像是有五六公里就可以到县城 这个房子还是建的很霸气的 现在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看看里面的结构到底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就是一楼的主门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看看这里面的房子结构是怎样的 哇,这进来啊,这个客体还是蛮大的 不过有两年多没住人了 现在都有点凌乱了 大家可以看见张修还是装的蛮漂亮的 这里面呢好像是一个厨房 我们到这里面去看一下 哇,这个厨房也是蛮大的 哇,张修的挺漂亮的 这个仓库呢已经拆掉了 因为好久没住人了 仓库也已经拆掉了 这里旁边呢有一个厕所 这一楼好像是有三个房间 这旁边还有 还有一个房间 这里啊 这里是一间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蛮大的啊 这里旁边还有一个 这里旁边还有一个厕所啊 这里还有一个厕所 然后呢,这里就上二楼 等一下我们到二楼就看一下 看看二楼的结构是怎样的 已经上了二楼啊 大家可以看二楼是贴到那个磁窗的哦 这里呢有一个小阳台哦 然后这里有个大门 大门进去呢就是一个客厅 二楼是有四个房间哦 一、二、三、四 总共有四个房间啊 哇,二楼啊装修的还是更 还更加漂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啊,二楼 这个房间的那个空间也是蛮大的哦 二楼总共看了一下 这有四个房间啊 现在我们到三楼就看一下 我们已经上了三楼啊 哇 三楼风还是挺大的哦 这里啊 有一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呢可能是用来放那些 在我们农村呢是用来放稻谷之类的哦 这里还有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也是用来放东西的哦 哇 这里啊 大家看,这里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哦 哇 空气还是挺好的哦 然后这里要有一条路 通往镇子里面的必经之路哦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不是非常漂亮 这个房子一共是两层半 总共有三百多个平方啊 在我们农村来说 可以说是一栋小别墅了哦 大家可以看见是不是 刚才呢我问了一下我朋友 这个很好的房子为什么不继续住下去了 他今天也过来了 刚才我问了一下他 就是因为这边竹林呢 大家看见了有没有哦 这边竹林呢一到晚上啊 一起风的时候 这个竹林呢 呜呜呜的叫 晚上还被发出乞丐的叫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导致这么好的房子没有继续住下去了 有没有看视频的网友们呢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就是 到晚上这个竹子 不要让他发出乞丐的叫声哦 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